球员获胜后的庆祝动作 也为精彩的比赛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乒乓球作为中国的国球 不但产生了无数的世界冠军 这些冠军获胜后的庆祝动作也是花样百出 有哭的 有笑的 还有无理取闹的 下面小编就盘点一下中国乒乓球员 获胜后花样百出的庆祝动作 咱们废话不说 一 刘国梁 先从不懂球的胖子开始说起 99年试锦赛 刘国梁和小马乍行嫌怒窄的马林成功会师 作为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冠军的他 只差一个试锦赛的冠军 就能达成中国第一个乒乓球大满贯的荣誉 和马林熬战了第五局 最终24比22惊险胜出的刘国梁 兴奋倒地并高举双臂 比赛结束后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 通过执教难听这么多年 也能看出刘国梁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二 孔令辉 悉尼奥运会南丹决赛 对战瑞典老油条瓦尔德内尔 获胜后亲吻胸前国旗 领无数国人为之感动 那一刻他心中的压力得到尽情的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 三位大满贯运动员同时登上领奖台 也成了乒乓球历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 三 二王一马 北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团首次成为正式比赛 中国南拼毫无意外地成为冠军 赛后 王立琴 王浩和马林在刘国梁的带领下 向现场观众鞠躬致谢 感谢广大球迷对乒乓球的大力支持 观众的掌声响彻北京大学体育馆 四 张继科 一一宁宁汤球式竞赛 张继科在和王浩的男单决赛获胜后 为了庆祝自己第一个单打世界冠军 做出了中国乒乓球历史上最疯狂的庆祝动作 在众目睽睽之下撕烂了自己的球衣 让现场的气氛瞬间燃到爆 五 马龙 伦敦奥运会男团决赛上 在和柳成敏的比赛获胜后 马龙做出了他职业生涯最霸气的庆祝动作 没有之一 只代表小编个人观点 我也想低调啊 可是实力他不允许啊 是不是啊哥 六 张继科 伦敦奥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 王浩扣球出界后 乒乓球最快大满贯获得者就此诞生 张继科难以掩饰激动心情 跳过围栏亲闻属于他的冠军领奖牌 那一刻他就是乒乓球的神 七 张继科 没错 还是他 不甘寂寞的张继科在14年的世界杯上卷土重来 在战胜好友马龙之后 他做出了更疯狂的庆祝动作 踢碎了场边的广告牌 心中压抑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虽然压力释放出来了 但是也踢飞了4.5万刀的冠军奖金 正可谓 脚踢护篮一时爽 一直踢一直爽 有钱咱就踢踢踢 在宣级比这样我差他一个不卧道 阿 马龙 15年的苏州乒乓球示篅 马龙和方伯成功会是男单决赛 不管谁将获胜 全新的是锦赛之王即将诞生 技高一筹的马龙获胜后 难以掩饰第一次获得士兵赛冠军的心情 他跳上球台向众人宣布 属于我的时代已经到来 各路神仙全部退下 9.马龙 李约奥运会是属于马龙的 他将男团和男单两项冠军收入囊中 因为乒乓球男子只有两项冠军 他不但用高超的球技征服了所有的观众 也用他那花样繁多的庆祝动作 让人大饱眼福 人大饱眼福 人大饱眼福 人大饭眼福 就这 就这 10.马龙和徐欣 18年是拼赛团体赛的决赛 一场比赛诞生了两个经典的庆祝动作 在和波尔的比赛获胜后 马龙做出了摇篮的庆祝动作 负爱如山 在有了宝宝后 马龙的兴奋全部写在脸上 不甘落后的徐欣 在接下来和弗朗西斯卡的比赛获胜后 亲吻了自己的金左手 在赛后许欣更是自信的说道 也许我的左手不是最有力量的 但是他一定是最有创造力的手 许欣 人民艺术家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你还知道赛场上有哪些经典的庆祝动作呢? 欢迎留言区告诉我 如果你能够订阅 我们跟着用的 我们对着用的 我们要来看 我们要去做战